他强任他强,东皇加张良,大家好,我是豆豆 滴红赛2200分,巨能推苏联 以前的这个苏联可谓是把二技能还有这个闪现的连招 展现到了极致这局比赛的兄弟们 我敢说这是我见过最牛的苏联 不信你们也看看 一分钟中路玩完,来到县路走草丛 看见对面的射手残血直接闪现 技能没打着,二技能直接怼到墙上 这第一滴血毫无技术含量,拿的也是非常的轻松 但是人家拐了个弯就去往了自己的野区 你看这一波张飞一个盖帽就来到了他的面前 首先他把他打飞,同时二技能回推 再一看张飞的处境已经被挤到了鸡脚杆 远处的法师在那里扔着糖衣炮弹根本没有卵用 这边的张飞终于用二技能逃出了塔外 眼看自己要解脱了,结果被李白一个花个圈 直接横着回家了 前面那还只是小事牛刀啊兄弟们 这波操作才是真正的厉害 仔细看苏联来到他下路 毅然决然的走到了团战的最前方 熟准机会一个大招击飞法师 同时二技能反推 是直接就赶了 我就问你们这一波操作绝不绝 虽然苏联被打出了被动 但是他有一群好队友都给他踩灯 复活之后他又把辅助一下子就怼到了墙上 这时候对面的人员那是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别生啊 那项羽对着苏联直接就开起了一个大招 只可惜还是被苏联的一个闪现 加上普通攻击 加上防御他的威力反战 虽然后面这个苏联也没了 但是反映这个操作 估计在座的各位都做不出来 接下来啊这个苏联就很悲推了 对面对这个苏联的操作呀 也是做好了防备的 你们看这一波 明明和前几波一样 被击飞对面的人员愣是没推着 但是呢苏联的心态 这个小心思呀也发生了变化 他一下推不着啊 他就开始急了 看见项羽这不是送上门了吗 又推一下 结果又推了个空气 连续两次的失败 让苏联本来就不好的心情 那是雪上加霜啊兄弟们 后面他又超出了机会 一下机飞回头一推 我的天哪又推了个空气 再加上自己的队友 那也是相当的不给力啊 因为看短短的七分钟 对面都已经攻上高地了 蓝方的人一个都不敢动啊 遇到红方的人只能后退 你说苏联的这一局辅助 他玩的憋屈末 前期中期就他自己大顺风啊 队友全部逆风 他就是一条猛虎 他也是带不动啊 更巧这时候对面大局啊 你看项羽拔刀 自己方的人连躲都不知道躲 一对围欧又给自己整团灭了 这怪谁啊兄弟们 这怪谁 我就想说一说 有时候我也是的 前期明明很顺风 你打开属性面板 一看就是我自己顺风 这是为什么呢 最后还是要输掉比赛 不知道屏幕前的 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来坐下来讨论讨论 我可以愿意 我可以就会說 我可以说我们是分天 就是你